朱蕊 男嘉宾 你好 我刚看到您VCR的片尾 说您觉得爱情 需要一点点运气 为什么不能像您学习一样 需要多一点点的努力呢 像您跟您前女友分手 您再努力下去 跟她的母亲沟通啊 这类的 我做了 没有用 所以说最后 我得出一个结论 合适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要做事调整 女孩子也需要做事调整 这样才会 两个人共同地在一起 更好地走下去 这个话呢 我倒略微可以商量一下 有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达到 能够完成 但唯独情感关系 这个是靠单方面努力没有用的 而且有些事情 你也没法克服的 比如说 那个女朋友的妈跟你说 我给你一个月时间 在上海买套房 如果你买不到 说明你不爱我女儿 你让她怎么努力呢 这一个月的时间 她如何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呢 所以有些东西是无法克服的 尤其是在两性关系当中 18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 女网友跟女闺蜜之间 这个事情 见面之后 你对她女闺蜜更动心的点 是因为女闺蜜更好看吗 那不就是很符合我的那个 审美 把她标志 那不还是好看吗 不是 是喜欢好看 但是也得聊得来 OK 谢谢 2号 就是 叫你喜欢好看的 等一下 我马上要 就是你刚刚让我想到 人家老师说什么 防火 防盗 防闺蜜 本来我觉得不用防的 我觉得是因为有 你这样的一个举动 大家才要防着 比如说我是你的网友 我已经跟你聊天 其实是有一些情感基础 才会跟你见面的 我只是想让一个好朋友陪我 结果我是想见你的 最后你看上我朋友了 他这个行为 其实我觉得是蛮不好的 OK 谢谢 我刚才在想 那前面那件事 就是如果你们俩见面的时候 你带着个闺蜜 她跟你约会的时候 她一下 哎呀 你这个闺蜜好好看 好像确实有点不太合适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感 但她反过来 反过来我们假设一下 女生在约会的时候 男孩带了个兄弟 她说哇 这才是我最喜欢的那一款 如果你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 女生会觉得 我不会 因为我一定是先喜欢你 我才会跟你见面 另外那一个 除非是在我了解 你不喜欢我的情况下 我才会选择对她的东西 13号 无论说你在当下那个情况 是喜欢上了她的朋友也好 还是说你们俩真正步入正轨了 然后你在生活中 遇到另一个你心动的人了 都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无论男生也好 女生也罢 这个无关性别 就是动心可能是一种本能 但是忠诚是可以选择的 你这么说我倒觉得 相对比较好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它分为两个阶段 你说的那个阶段是 当你和另一方 已然形成了男女朋友关系的时候 因为这种关系 我们有一个道德约束在里面 那我刚才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第一次见 还没有形成关系的 在第一面的时候 我就发现 你带的那个姑娘我更喜欢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那就 与其跟你聊天的时候 眼睛偷偷往那边瞄 还不如大大方方的 反正都是初次见面 对吧 你觉得这样可以接受吗 不是我不能接受 我是觉得 大家都是朋友了解 我觉得你要给我一点 体面的离开 而不是你一见到我 去追我的女朋友 我第一瞬间我会自卑 也没有说是一见面去追 我们是差不多两三个月之后 才慢慢地接触 对 你还在这儿呢 在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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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事很复杂 也非常考验人性 所以刚才二号说的是 我们任何人 在这种关系当中处理起来 是考验我们教养 人品 情商 都要足够在线 才能把这个事妥善地处理好 再见